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9日 你们的张三峰张老师决定顿入武当进行修道 飞黑也飞白 不好也不坏 没有生有何来败 没有去哪有来 手中无间心中无尘 才是我心怀 随缘而去乘风而来 才是我心怀 同学们,这首歌叫随缘 做的李延杰主演的电影《太极张三峰》 林希作词,罗达有谱曲《花比奥编曲》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道 当你的道跟别人的道无法重合的时候 你是否会选择随缘 唇枪舌尖不合我姿态 天空海阔 天空海阔才是我风采 双手一推 飞絮也飞时 不吵也不可 没有阴有何来吵 没有马 哪有举 小离飞到彩 也催光彩 使我心怀 马四进二车 六进一彩 使我胸怀 同学们 司马老师唱歌的一定是铁杆粉丝 感谢你们 司马老师打算败入张真人门下 成为他的第八个弟子 今天的视频是来问道的 何谓问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最近和一些某站的up主相约 忌绝抽象 野芬打野 前几天跟六语帮帮主 一起说了一段相声 很不幸 这段相声已经由于另外一位up主 随风而射 乘风而去了 接下来 司马老师约了 四块二学短up 一起问道 手少龙一的内幕 还有就是另外一位up主 野芸 司马老师问道 白色诸葛莲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支持司马老道 向这两位up主问道 很多同学问 牛头人老道还是牛的故事 这就简单说两句 牛头人老道 以前才是牛的时候呢 就在想 为啥家里有这么多 秦始皇摸电门的书呢 读着读着 就发现 读那学书的目的呢 是要明白 生儿为牛 为牛处事 需要遵循心中之道 平心而动 这样的牛肉才会好吃 当然了 每个人的道是不同的 也可能是相同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玩原神 你特别喜欢用二二海森 你有两把才艺推光 你会直接用它们在原神里边 好奇平五 还是用一把才艺推光 进行马四进二 加车六进一 里边的朋友说呀 某些地方的冰红茶 特别好喝 为了矿井快捷呢 都是用直升飞机运来的 还有很多同学 不断的在问 如何跟司马老师做科研 想跟司马老师做科研的学生呢 我建议大家去 在某站上私信老师 建议大家直接发邮件 联系司马老师即可 大家可以去油管 找一下司马老道 看看上面有没有老道的邮箱 大家找到了吗 也可以不发邮件 问司马老道的邮箱是啥 没找到呢 可以发邮件 问司马老道的邮箱是啥 跟司马老道做科研 来去自由 大家看最近的徐述就是你 他曾经来过 又走了 最近又回来了 跟司马老道做科研 大家在任何时候来去自由 司马老道对学生呢 没有任何要求 但是呢 司马老道希望 每个学生 在来找司马老道做科研之前 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何为自己的心中之道 心中之道是什么 以及你们根据司马老道的很多视频 是否能判断出来 司马老师的道又是何物 换句话说 司马老师的道 是不是就是司马老道 其实道不同呢 也是可以说相声的 但是你说之前呢 你要想清楚 你的道是什么 你的道又在何方 最好问问自己 知不知道什么叫 云在天空 水在平 今天的科研作业 很不幸 今天依然有科研作业 第一题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开放性实题 问大家 在原神里 如果你有两把才艺推广 你会怎么选 这道题呢 大家可以把答案 写在自己的心中 不用留在评论区 第二科研作业是这样的 做了这么多年 科研司马老道发现 科研就是寻找未被发现的东西 所以用英语来说 就是search off 那也可以叫research on 最后呢 希望给这些看我视频 看本视频的一些小学生呢 因为我也知道 很多人呢 文化程度可能并不高 那我们就以小学生的水平 来要求大家 让大家来造个句子 请问大家 随后我们让大家来造一个句子 就是大家用research on 为开头造句 大家记住 你造这个句子呢 必须是research on 为开头的 而且每个句子呢 不能超过30个单词 你能造多少个句子呢 就能造多少个句子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句子呢 都写在弹幕上 最好能呢 这个弹幕呢 那么这个 斯马老道的脸呢 遮住 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化妆 妆容 最好能帮老师遮住一下 老师最后不胜感激你们 感激可能是应该抱全 不应该这样 这样可能不make sense 最后呢 有朋友问老师 为什么上线是30呢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GPT 他学了一个training data 就是这个training data 是这样的 就是三国世界的礼部呢 会使用方天化剂 他有两套集法 他的师傅 一共他教过他两套集法 每套集法各30路 一套叫做白云苍狗 另外一套叫做白菊果系 我今天说的呢 啥也不是 我可能也从来没说过话 今天最后呢 祝大家科研顺利 一切顺利 希望每个人呢 在自己人生中 想清楚自己的道 千万不要等到自己年老之时呢 他明白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最后我祝大家一切顺利 拜拜